我们科学家本来就不正常的嘛 翁启慧这句逼言 立委吓到不知如何直选 可能委员跟我的想法是不太一样 我们科学家本来就不正常的嘛 本来就不正常的嘛 院长你这句话一出 可是把立委吓到差点没办法直选 院长你这样子回答我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问下去 你说科学家的思考逻辑 本来就跟一般的社会大众的思考逻辑 不一样不正常 我们科学家一个最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求真理 求真理 那不会讲 就是一定根据事实讲话 事实多少讲多少话 科学家的思考逻辑 还是要兼顾社会大众一般的期待跟思考逻辑 这个是我的弱点 院长事后也特别说明 科学家为什么比较不正常 有时候你做研究的时候 就忘记了这个规律上的生活 所以有时候你时间上的大片 教育跳不一样 跟正常的小型都一样 我们真的一点都不了解你的思考逻辑到底是什么 霸道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